这次地震在花莲南区也有零星的灾害 玉里镇临雅部落农地之前地震和台风造成的边坡滑落 这次强震动摇之下下边坡土石崩落危机过往交通 部落头目和农民很担心成情了 县议员林玉芬会同县府农业处还有水保署花莲分署到现场会刊 部落头目期盼赶快修缮改善避免农地流失灾害扩大 0918强震以及连续台风侵袭破坏的旧灾害还没修复 这一次0403强震农地道路旁的边坡土石崩落 同一区域新旧灾害并沉 部落头目以及农民担忧成情 产业道路都需要我们这个农人经过必经的地方 所以这次的灾害也非常严重 希望这个上级单位能多关心我们 把爱线给我们把这个道路尽速的弄好 因为这个路还没有弄好的话 大家都不方便的行驶 那个地主是说未来一个财产的一个保障 所以我也希望是说这一次能够成功之后 把赶快把这个汤坊的赶快做好 让一个民众能够有一个安全感 跟着部落头目以及农民的脚步 县议员林玉芬 县政府农业处以及水保属花莲分属一行人 从农路路口徒步勘灾 看见上边坡滑落的旧灾害 以及这一次地震受害的下边坡土石崩落灾情 危及农地以及农路交通安全 县议员林玉芬也高度关注 那当时来会看的时候就发现 这一条路上上边坡也滩下边坡也滩 所以我就在560会的时候在提案 那提案了之后 今天特别我们要感谢水保属 那也特别来看 那也准备要来施作 那另外就是有增加的部分 就是在我们下边坡的部分 就蛮大的一个滑落 是这一次因为地震 0403地震的关系 所以它摊得更厉害 那因为我们为了要施工 比较能够安全 所以这个下边坡的这个部分 未来要有这个大型的基居 或什么要进来 这边真的要先赶快做一些防护 然后能够让我们的施工 能够尽早的来施作 然后完成也有一些安全上的一个保护 县政府与水保属花莲分属 经现场会刊以及讨论后 除了乡先行稳固农路下边坡灾害 以利农民进出农耕 而至于上边坡的部分 则以建置挡土墙 设置两排蛇龙来加固 避免上方农地滑落流失 记者是玉兰玉体镇采访报道